大家好,我是猫林 我们的冰箱里面每天都会存放很多食材 除了昨天的剩饭剩菜以外 还会存放一些什么肉类啊 生食啊,水果之类的 长此以往导致我们冰箱里面 异味特别重 而且还特别容易弄脏 那今天呢,猫林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咱们冰箱如何防止异味 以及如何防止冰箱弄脏的好方法 不用大家反复去清洗 也不用大家时常去整理它 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咱们冰箱里面平时囤放的食物比较多 除了瓜果蔬菜这类生食以外 还有什么剩饭剩菜啊 平时大家有没有清洁它的这个隔板 而导致冰箱的异味特别重 之前呢,猫林也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方法 但是那些方法呢,效果来的比较慢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方法呢 基本上放置一个晚上就能看到效果 首先呢,咱们先将这个冰箱里面的东西 全部给它清出来 现在呢,整个冰箱就已经清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隔板上呢,确实是特别脏 首先呢,我们用一条干净的毛巾 将上面隔板上面的污渍全部给它擦干净 擦干净以后 我们在这张毛巾上面呢 滴上适量的白醋 这样毛巾平铺在隔层上面 下面的这一层 同样也是将丝毛巾上面滴上白醋 最好是每一个隔层上面 我们都这样放一条毛巾 那这样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的丝毛巾啊 它本身就能够吸附异味 因为它上面呢有很多孔隙 能够将空气当中的这种异味呢 给它带走 同时呢,能够散发出白醋的味道 白醋它首先能够杀菌消毒 同时呢,它也能够去除异味 所以呢,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双重作用 隔筋放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食材再重新放入进去 不过这里呢,要提醒大家 最好是养成一个好习惯 比如说不管像是我们的瓜果蔬菜 还是这样的熟食 我们放进去的时候都用保鲜膜 给它稍微隔一下 那这样呢,就不容易导致食物篡胃 我们将食材全部放入进去 然后将冰箱门关上 静置一个晚上 我们再将这个毛巾给它取掉 大家会发现静置了一晚上以后 它的意味呢,就已经散掉了 去除冰箱意味只需放置一个晚上 那么该如何避免我们冰箱弄脏呢 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方法 就是用我们的保鲜膜 我们将隔板取出以后,用保鲜膜 然后将保鲜膜撕开 给它覆盖在每一层这个隔板上面 保鲜膜弄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隔板削上去了 不管是放上再多的东西 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隔板会弄脏 以后啊,定期更换一下这个保鲜膜 再也不用清洁冰箱了 只用轻轻一撕 污渍呢,就全部被带下来了 怎么样,今天猫铃给大家分享的 冰箱防止异味 以及冰箱清洁的好方法 您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不妨在家里试一下 我是猫铃,想聊这个多 新鲜有趣想不要招 欢迎在下方顺设点一个关注吧